第二个问题 他是弟子在道场做义工 每一天早晨一起床 心中都会生起很多恶念 且在精神专注 或是在看见佛菩萨身相时 心中也会经常起恶念 请问应如何对治 这个原因 就是阿赖耶诗里面 我心气多 太多了 而且是强而有力 那么他将来起作用呢 就是临终时候 他牵引你入三窝道 贪念的吸气 是卧鬼道的原因 成灰的吸气 是地狱道的原因 愚痴是畜生道的原因 傲慢 是阿修罗 罗刹的原因 这总都知道 那么你不希望 将来到这些窝道去 那现在呢 你就得把这些不善的吸气 要给断掉 能不能断 能 没有不能断 只要你畏惧 窝道苦 你就会真干了 你一想说 这很困难 我断不了 那你是 对于窝道的苦 你还不在乎 真正为窝道苦 勇气就提出来了 这个勇猛精进 会先前 那么这用什么方法呢 过人根性不相同 那自己要是不知道选择法门 那念佛是最方便的 三根仆辈 利顿劝手 二六十中 这一句佛号 不让它间断 会产生 很好的效果 念佛也是 开头难的 大概开头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 就会很正常 这头一个星期 要咬紧牙根 要把它度过 逐渐就会进入情况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